福北某食材厂老板陆续接到员工求助电话 老板慷慨解囊 先后汇款37万 以解燃眉之急 半月之后 电话借款露出破绽 警方层层摸牌 破解电诈骗局 同事来电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什么事报警 我被骗了 怎么被骗了呢 我被人冒冲我们厂里的司机骗了 冒冲你们厂里的司机 对对对 被骗了多少钱 有30多万 在哪个厂 在我们白果实在厂 2021年4月21日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了王女士的报警电话 他在电话里面声称 有人冒充他厂里面的多名货车司机 对他进行诈骗 共计被骗37万元 那么我们这边在接到王女士的报案之后 就立马找到了王女士具体地了解这个情况 当时王女士显得非常的焦急 她心情非常的迫切 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尽快地帮她挽回这个损失 受害人王女士是福建人 王女士在我们麻城这边 她和她的丈夫一起经营一家食材厂 前前后后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他们厂里面的主营业务 就是从山上开采相关的矿产 并且通过大货车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工地 他的厂里有40多名员工 他们这个厂有个特点 主要以福建老乡为主 互相之间沟通交流 也多是使用闽南的方言 王女士是这个厂里面的老板娘 平时也管理着厂里面的财务工作 王女士说2021年4月5号的中午 她接到了厂里面的一个姓林的司机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面声称 她的儿子因为急性心脏病 正在武汉住院急需治疗 她就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小孩病了 看能不能这个月提前 把那个扣运款给她解一下 她说有5万块钱 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财务报表 上面也确实是有5万块钱 然后我就说这5万块钱的扣运款 就直接给她打到那个物资卡上面去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小林又给我打电话 她说她孩子并未需要住院做手术 急需15万块钱 她说她能不能日之一年的签选8万 另外还找我借7万 她说得非常着急 我也很着急 因为小孩都是盗人的心头肉 也是盗人未来的一个希望 王女士作为一个40多岁的母亲 她也非常能够体会到 自己手底下员工的心情 这个家里的孩子生了病 这种事放在谁身上谁都很着急 然后4月6号上午的时候 王女士的话她就分三次 第一次转了8万元 第二次转了5万元 第三次转了2万元 一共将这合计15万元 转到了司机林某的公司卡上 到了4月7号下午的时候 王女士他们厂里 有一个姓陈的货运司机 也是一个老员工 打电话给王女士说 他说他家的小孩准备结婚 要向女方支付彩礼 急用钱 我也看了一下财务报表 上面是有7万块钱 我也想一想 老陈就把这么多年 都是求他儿子的婚事 也不容易 我就给他7万块钱的货运款 打到他的公司卡上去了 根据成了的规则 本来应该是到月底的时候 统一结算婚运款的 但是因为员工家里有急事 提前结算货运款 这种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所以王女士在核对报表之后 就将这些钱给对方转过去了 王女士说 货运司机林某 陈某 当天跟她打电话 都说的是闽南语 都是家乡话 而且王女士转账 打的那个账户 都是打在司机的公司卡上面 所以王女士也就没有怀疑 然后到了4月15号 我们货运司机小麻 给我打电话 说他爸在老家山上了 急需要钱来治疗 叫我把他的那个货运款 10万块钱先给结一下 我也看到一下财务报表 也确实是有10万块钱 当时想也没多想 我就给他打到公司厂上去了 厂里的三名货车司机 提出提前支付货运款这个事 也都是比较 就是说人之长情嘛 都是比较合理的事情 所以在4月5号到15号 这10天期间 王女士就把共计37万元 打到了林某 陈某 马某 对应的公司卡上 当时我们在对受害人王女士 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我们也提到 为什么这些司机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难道没有备注 这些司机的电话号码吗 王女士就向我们解释 说因为厂里面 同共有40座名司机 并不是美名的司机 他都存有号码的 再加上当时 对方在电话里面 操作一口流利的闽南方言 所以当时王女士 并没有对对方的身份 承认怀疑 他就是反映说 因为当时三个货运司机 都是厂里的老员工 然后对方说到家里的情况 也都是跟他了解的 就是差不多 他就放松了警惕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就毫无疑问 然后到了4月21号 我在厂里面碰着小林了 我问他叫孩子 做手术做得怎么样 现在好些了没有 小林说 我孩子一直在家 好得很 没有生病 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不对劲 当时林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感觉到非常的疑惑 我说莫名其妙的老板娘 怎么问我儿子怎么样 我儿子好好的 我问老板娘 你打错我20万的扣款 那我退给你 你收到了没有 这个时候 王女士听到了这么一个情况 就非常的焦急 然后他就向司机 陈某和马某 打电话进行询问 然后那两名司机说的情况 跟司机林某 说的情况都差不多 王女士这才确定 有人就对他进行诈骗 然后就打电话报了机 跟你说了的前方错了 也随着当那是骗子 当时接到报警后 我们就立马 与三名司机 林某 陈某和马某见了面 那么在我们对林某 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林某向我们反应 在2021年4月6号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操着流利的闽南口音 自称是常理的老板娘 他说有四笔货运款 一共20万 他说搞错了 把我的工资卡散了 然后呢 他说20万又退给他 4月6号当天 林某才特意跑到了 银行的ATM机上面 进行查询 就发现他的工资卡上面 确实到了20万 当天林某就按照 老板娘的要求 将20万的货运款 转向了老板娘 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我们之后 对司机陈某和马某的询问中 陈某和马某的描述 与林某如出一辙 都是说接到老板娘的电话 告诉他们 然后有钱款转错了 司机陈某和马某 在核对之后 也都按照老板娘所说 将这笔钱给转出去了 在我们对受害人 王女士和这三名司机 进行调查询问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王女士这边说 他听到的就是 这三名司机的声音 司机也向我们说 他们接到的电话 就是王女士打来的 口音方面 以及语气方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中国调查发现 三名司机 他们从来没有 跟老板娘打个电话 提前决算过运费 然后确定了 有人冒充他们身份 在三名司机 跟老板娘之间进行诈骗 随后我们马上成立了专案组 对死案进行了专案侦查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嫌疑人 无论是说给王女士打电话 还是说给这三名司机打电话 使用的电话号码 都是以170 171开头的电话号码 我们立刻对这些 涉案的电话号码 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些电话卡 并没有绑定 实名的申办信息 这起案件的特点 属于非接触性诈骗案件 这起案件重置之重的 我们是在筷子上面下功夫 首先食材产业 是我们马城市的资具产业 务工人员有几万人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这起案件 不及时侦破的话 会引起务工人员的恐慌 所以说对我们压力比较大 如果不快的话 接张不及时的话 就是说案件破了 群众是不满意的 因为你把他的这个资金 没有绝回来 为了尽快地追赞完损 我们专案组 就对这三名司机 转账的指定账户 涉案的三张银行卡 进行了调查 从发现时间到报警的时间 这中间是隔了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征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那个37万元 就已经通过层层的分流 都转出去了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这些钱经过了多次 频繁的拆分 以及转账的操作 4月26号 我们专案组立即就将 三名涉案的银行卡主 抓获归案 随后对三名银行卡的卡主 黄某阳 万某龙 王某源 三名嫌疑人 进行了审讯 银行卡呢 给别人用过没有 银行卡 我在网上卖的 多少钱一张卖的 一千五万 这个带邮顿的 大概是八千到一万左右 我带邮顿的 大概六千左右 审讯过程中 三人交代 自己以平均每张 五千到八千元不等的价格 把自己实名登记的 银行卡给出售了 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 这三名嫌疑人 均没有直接实施诈骗行为 他们因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我们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随后我们专案组 对案件进行了梳理 我们发现 这个嫌疑人 能够使用比较流利的 闽南方言 与人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同时他能够 比较清楚地了解到 我们司机的家庭情况 当时我们就想 这个案件会不会是说 公司的人和外面的人 相互勾结 或者说根本就是 公司里面有内鬼呢 确定了这个侦查方向以后 我们就开展 那个不要传统的 一个调查摸牌 我们就并分几路 就对银行厂的 货车司机 以及福建口音的员工 就进行一个摸牌 就看一看有没有近期 有异常的人出现 或者是有那个人 就是资金上面 有比较异常的情况 当时我们专门到厂区里面 调取了食材厂的相关监控 陌生人一进来 我们首先去登记 经过调查 我们发现在案发时间前后 并没有可疑人员进出厂区 并且厂里面 货车司机都反映 近期没有接到过 类似的电话 没有人对他们实施诈骗 鉴于这个情况 我们就判断 是不是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被泄漏了 所以才使嫌疑人 清楚地掌握了这些司机 尚未结算婚姻款的情况 随后我们又专门 针对该公司的相关财务制度 进行了一个调查 就是王女士负责财务 她是独立的办公室 这一块就是平时 也就是她 还有她的老公 以及厂长 就是比较高层的人员进出 其他的员工 平时都不会进入到她的办公室 王女士说 财务报表一共有两份 一份电子版的在电脑里面 而且她这个电脑是有密码的 另外一份纸质版的 是放在档案柜里面 档案柜也是有锁的 王女士每次下班的时候 她都会将办公室的门锁进行反锁 她的办公室也没有敲动的痕迹 所以排除了财务报表 被泄露的可能 我们当时也觉得 这个案子很蹊跷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就发现 货运款这一个事情 是这个案件中 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这个嫌疑对象 她为什么就是对这个信息 她了解得这么透彻 所以我们判断 她是一个熟人作案 嫌疑对象应该是 至少有一男一女两人以上 然后是福建人作案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专案组再次兵翻多路 对我们麻城市白骨镇的 多家食材产业 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和摸牌 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获取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到了2021年6月18号 王女士所在食材厂的 另外一名货车司机 周某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线索 她说她前两天 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厂里的厂长 叶某 并且操作一口流利的闽南方言 当时说自己在山上 有价值20万元的食材荒料 因为急于出售的话 现在是12万元 想销售给周某 但是比较急切地要求 这个周某要缴纳 两万元的定金 周某向我们反映 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发现 对方的电话号码 然后也是171开头的号码 因为前期我们在厂里面 进行走访摸牌的时候 我们也对这些司机宣传过 就是说如果再有人 自称厂里的领导 给你们打电话 要求你们汇款的话 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而且按照厂里面的规定 山上的石头 是不可能向常里面的司机 进行出售 周某当时想到我们的提醒 就立刻提供了这条重要的线索 当时我们就感觉 这个嫌疑人应该是再次作案的 于是我们就决定 与周某一起 约这个嫌疑人出来 一起见面 然后约定第二天 去看一看这个史料以后 再定下来 对方听到我们这么说之后 也就满口答应 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看货的时间和地点 到了第二天我们约定的时间之后 我们侦察员与周某一起 来到了约定的矿山上 当时对方开了一台皮卡车 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自称姓张 他并不是厂里的厂长叶某 他说他的朋友 承包了这些实在荒料 现在要打折出售 当时张某就指着 山上的一堆石头就说 这个石头你如果想买的话 现在支付两万块钱的定金 随机专案组领警上前 立即对张某进行的控制 当时我们就判断 张某跟这个案件 肯定是有联系的 但是审讯过程中 张某说 自己只是替朋友来带个路 并没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 通过我们进一步的审讯 以及我们对张某的调查 张某他是一名气球工 他是受一个朋友的吻托 是按照邓某心的要求和安排 带着司机周某到矿山上 去看石头的 他说等制成之后 他说给这两个块钱 那个包收购 张某他是我们这边本地的人 他就是奔着这两千块钱的中介费就去的 他想着反正这个地方他也熟 他自己又是修理工又有车 就说带着去看一下就得两千块钱 他对于前妻的那个谈声音是怎么谈的 跟谁接触 他都不知情 通过张某的供述 我们就对那个邓某心进行了调查 就发现邓某心是福建人 然后跟我们第一个念头 就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刻画的那个嫌疑人 就说定在那个福建人作案 这一块就比较接近了 然后张某他就主动交代了 邓某心就是在这个食材场附近 加油站的一个加油工 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嫌疑 就进一步上升了 然后我们把他的照片 就打印出来以后 我们就送到了受害坊这边 拖车司机 就给他们做一下辨认 就这个9号 就这个9号了 当时三名司机一看到这个照片 便异口同声地表示 这个邓某心就是在我们 白果镇的一家加油站 当加油工的小邓 当时综合这些线索 我们判断这个邓某心 他应该就是这个犯罪团伙 其中的一员了 通过三名司机的辨认之后 我们专案组立即到 加油站去进行调查 当天我们专案组就决定 对嫌疑人邓某心进行抓捕 但是在对加油站的老板 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加油站的老板就说 邓某心已经辞职了 现在他也不知道去向 这个就是他 之后我们就对邓某心的 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 就发现邓某心已于案发前 从麻省买了一张火车票 前往了福州 邓某心这个人我们查了一下 他的情况是28岁福建省罗原人 他有吸毒史 然后有那个赌博 还有故意伤害 也就是说他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员 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经过查询我们发现 邓某心买了一张 从麻城到福州的火车票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 活动轨迹了 随后我们专案组 将邓某心列为网上逃犯 进行追逃 我们分析不排除 邓某心从福州 逃回老家进行诚意 我们专案组还向福建罗原警方 发了协查通报 请求他们协助我们调查 在2021年的6月30号 福建罗原警方向我们反过消息 说邓某心在自己的老家 因为盗窃 被公安局官抓获了 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立马驱车 一千余公里 赶到了福建罗原 将邓某心顺利押解回了麻城 犯罪协议员邓某心 故意案之后 我们对其马上展开了审讯 我不是马上是公安局的民警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跟他 哪里人 不见罗原的 你晓得我们为什么找你吧 大概知道什么情况 你先自己讲一下 审讯过程中 邓某心如实向我们交代了 他冒充货车司机 对实在场的老板娘 进行诈骗的这么一个情况 跟你一起作案的那个女儿是在哪里 没有其他人 就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找的 对 邓某心称他是一人作案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情况比较诧异 当时我们就提出了疑问 那为什么他可以用男生 又可以用女生 来给受害人打电话呢 邓某心就说 他之前在网上提前购买了一个变商器 他使用变商器 冒充不同的身份 实在这么一个诈骗 因为他们货车司机就每天就说 过来拖货 都会在加油站加油 就会跟这个邓某心经常聊一些家常 因为都是福建本地人 然后他们也加了微信 有的时候这些司机到外出车 或者说跑运输 会发一些朋友圈 家里有什么事情 也会发朋友圈 邓某心就是通过这个朋友圈 以及在交流攀谈的过程中 了解到这些司机的工资情况 和家庭情况 刚开始接触这个案件的时候 以为是个诈骗同伙 结果他不是了 他采取的是变身这么一个手段 这类案件在我们麻城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是低利 所以说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 这个方法他城区不穷 打到卡上面 然后这个钱怎么又到你的手上呢 把那个钱骗到那个司机卡上以后 我再又给司机打了电话 就是说我是那个食肠老板家 他们说让他们换钱 拿到我给他们的一个指定的账户上 他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又顺利地骗取了这个37万元 邓某心承认所有的犯罪事实 他说为了实施诈骗 在多年之前 他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 170171开头的电话号码 为这次的作案做相应的准备 邓某心还交代 他在罗元老家藏匿期间 利用该变身器再次实施了作案 当时他是冒充当地村委会的 一名女性防疫工作人员 跟当地的一户村民打电话 通知村民到村委会接受核酸检测 当时他趁村民不在家的时候 就到别人的家里实施了盗窃 一共偷得了6500块钱 后来的话村民发现了这个事情 报了警 随后邓某心就被福建警方抓获了 在这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邓某心在我们麻城 诈骗37万元 其中的7万元被他挥霍一空 剩下的30万元经过我们的工作 已经顺利地追回 并且返回到了报警人王女士的手中 上次骗你的那个嫌疑人 我们已经抓到了 通过我们公安计划的努力 上次被骗37万 我们已经追回了30万 今天把你叫来 就是把这30万还给你 你看点一下数字 点一下吧 一共30万 你看我来点的 一二三四 我真的没想到能够追回来这个钱 但是我今天相信你们 不用点了 不用点了 点一下 真的想到这个钱 能够追回来 太好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 这个以后看到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注意 特别是你们作为财务人员 转账的情况可能比较多 今后如果看到别人要求转账的 一定要当面和他真正是最好的 一定要注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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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